比如说reference 一些参考文件的话 其实这边都有html file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所有的标签在这边都有 比如说刚刚我们查的标签 这边其实都可以查到 你可以在里面找一下 比如说header header点进去之后 它有一个说明 它有个相关 甚至有个sample给各位 然后另外的话 它有support 哪一些的浏览器 这边也会秀出来 所以其实相当的清楚 那再来就是要try 因为这东西有的时候 在某一个浏览器上面是正常 可是另外的浏览器也许不正常 那所以这部分的话 你最后做完的网页 你一定要把所有的browser 通通测过一遍 不然的话 也许可能 甚至在手机上你要测一下 可能在你的电脑上OK 可是在手机上就不OK 也会有这种问题发生 其他的话相关教学 其实里面这个网站太多东西了 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的 相关的教学 这边也有 所以提供给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继续来看一下 就是说有关这个第三章的部分 这个在格式 资料格式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sample 因为这部分呢 其实跟在HTML4的 其实有些部分是类似的 但是它做了一些小改变 那哪一些改变 我想大概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呢 在这边多一个PRE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PRE元素的部分 主要就是做预先格式化 那格式化部分 早期如果说你要让这个 一个这个这个程式码 要能够显示正确的话 那通常会有一些问题发生 那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PRE PRE可以预先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的话 秀出来结果会是正常的 OK第一个 PRE的元素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一个叫 这个block的一个 这个code 就是你如果要做缩排 缩排的话呢 你可以再怎么样呢 比如说以往 各位应该在 Wall的应该也知道吧 一个缩排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你要向左缩排 向右缩排 那如果说在网页上缩排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这个元素 它可以做出缩排的效果出来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 就蛮重要 有时候你会办法网页 有时候以前排版 必须要透过像DIV 或者是table 才能这样做 那现在基本上不用 你可以 把类似像放一个这样的元素过来 给这两个 第一个是刚刚PRE 第二个是block的code 然后再来的话呢 就是HR 我想HR应该各位也用过吧 一个水平线 不过呢 这个水平线的部分呢 它做了一些一些的改进 包含就是说 颜色的部分 对齐方式 宽度 跟它的size 会有这些 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 各位也可以test一下 这个部分给它一个颜色 颜色部分的话 我刚才有讲过嘛 它是一个景开头 后面的话加上什么的RGB 然后一定是16位元的 那其实这个数字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小画家叫去 小画家应该里面也可以查得到 或者是说你在Photoshop里面 一定也可以查得到这个部分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各位先试试看 这个PRE 跟一个缩牌 缩牌元素 跟一个这个HR 这三个 我要试试看 给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自行建立一个 这个档案好了 你如果网页里面 有三个一起可以练习 那么多